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最难控制的是什么? 高赞回答说,人最难控制的是自己的心,人生在世,一世修心。 身处繁华都市,修炼好自己的心境,实属不易。 正如杨将曾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里所写, 人生时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走在自我修行的道路上,完善无心。 人生是一场立身行迹的修行,修好这颗心,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 坦然面对所有的不确定性。 一,有诗心不乱,人生过半,我们越尽人间百态,大抵能够淡定从容。 但总有一些家长里短,鸡毛算梯的小事会让我们乱了心绪。 白岩松曾经说过,我们总觉得生活很累,其实并非生活苛待我们, 而是我们的心境太容易被外物所扰,情绪太容易被外事作用。 生活和工作中总会被有些事困扰,如何才能做到置身事外, 不受这些外事影响才是真正的本事。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棋迹非常高超的棋手,下棋从没输过。 一天,他在棋馆里指导学生下棋,有位客人举着一盘棋过来问他, 你看这盘棋有多少枚棋子。 棋手看了一眼棋局,那是一盘已经下完的棋, 根本无法确定是多少枚。 他回答道,围棋总共三百六十一枚棋子,应该就是三百六十一枚。 谁料那个客人从兜里掏出一枚棋子说道, 你错了,是三百六十枚,大家都说你厉害, 我看也不过如此。 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指责那位客人是没事找事。 但棋手淡定地说,看来是我水平有限,以后我会勤加练习。 客人走了以后,其他人都问棋手,对此事为什么不做解释? 棋手说,明知道他是来找茬的, 又何必在意他会让自己乱心,影响心情呢? 人生在世,不可能万事顺遂。 而人和人最大的差别在于,遇到事情时的心态, 有些人遇事则乱,有些人遇事则不乱。 要想做到遇事心不乱, 学会以下几点就掌握了修心的法门。 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认知, 一个人的认知有多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多强。 其次,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宠辱不惊,才是处世之道。 人到中年,经历得越多, 看得越透,心态越稳。 古语有言,心智则百节皆安, 心绕则百节皆乱。 管理好心情,万事皆安。 如果心情无法安定,万事皆乱。 世间所是诸多, 只有你内心安定, 才能更好地应对外界的风云变换。 二,无视心不空。 有人感慨地说, 生活就是一天24小时的开始和结束, 日子也是一天又一天的轮回。 确实, 人生就是这样, 在日出日落中循环往复。 正如罗曼、 罗兰所说, 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生活, 而是无聊。 但日子过得如何, 悬在自己的选择。 心不无聊, 生活在无趣, 依旧能把日子过好。 自古以来, 但凡学有所成者, 大多都能在艰难的处境中磨练自己, 方能有所作为。 曾国藩年少时, 不懂处事之道, 屡自备免之。 在乡军建成之后, 因为说话太冲, 屡屡顶撞皇帝, 被先锋赶回老家, 赋险在家。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 开始前行读书, 研读庄子。 后来得到重用时, 他深得庄子的精髓, 变得谦逊平和, 张弛有度, 成为名家典范。 作家蔡兰曾说, 如何才能充实? 多看书, 多旅行, 多观察别人是怎么活下去的, 多学一点你想学的东西, 就会感到充实。 内心风盈了, 外事外物就看淡了。 心不空, 才能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 拥有有趣的灵魂和丰富多彩的内心。 前段时间, 爆火的电视剧狂飙捧红了一众灵星, 其中张颂文家喻户晓。 他所饰演的高启强, 从一个卖鱼的小贩成为黑帮老大, 角色跨度非常大。 他却凭借扎实的演技, 征服了所有观众的心。 然而在之前, 他一度无戏可拍, 三年多的时间, 被剧组拒绝八百多次, 遭受无数次打击。 但他并没有气馁, 依旧对表扬充满热爱。 无戏拍的时候, 他每天坚持练习发声, 看书, 看话剧, 偶尔逛菜市场, 与小摊贩聊天, 揣摩各种人物角色。 二十年来, 他的角色大部分都是配角, 但每一个角色, 他都用心演绎。 这才有了狂飙里的 卖鱼小贩高启强的精彩表演。 无论是被媒体大肆宣传 那些曾经艰苦折服的日子, 还是如今狂飙大火后 被刘亮追逐的日子。 张颂文似乎永远都宠辱不惊, 专注地走在表演的道路上。 人到中年, 不肆意挥霍, 也不孤独倦怠, 才能在平淡的岁月中 自给自足。 懂得在生活的锤炼中 丰富心灵, 托举起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生路上坚定梦想, 同时走稳选择的路, 内心不空, 梦想自会挥手相迎。 三, 小时心不慢。 心不慢, 就是无论事情多小, 都要认真去对待。 著名小说家狄更斯 曾经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成为一个像您这样的写作天才? 他的回答是, 天才就是注重细节的人。 经词的创始人道圣和夫 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他做研究员的时候, 研究结果一度陷入了僵局, 实验数据总是不理想。 一日, 他看见一位前辈在仔细地清洗食盐用的石块。 最初, 他对前辈的行为不甚理解, 认为石块有什么好洗的。 但经过多次仔细观察, 他发现石块缺损处, 会粘附上一些其他粉末。 新型陶瓷的材质特别细腻, 粘附在灌磨机中的粉末就会成为杂质, 阻碍原材料的精确混合。 这位前辈清洗之前, 总是把石块上的粉末先刮掉, 然后再用刷子仔细地刷洗。 刷完后, 他还把石块擦得干净光滑。 而道圣和夫当时认为, 清洗石块是杂质, 与研发结果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清洗的过程很是随意。 因为清洗过程不彻底, 导致杂质混入, 测试结果总是不稳定。 经此一事后, 道圣和夫先生开始仔细地清洗实验物品, 终于在实验数据上有了新的突破。 自此, 道圣和夫把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 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 一位哲人曾说, 细节的成功看似偶然, 其实是必然。 那些愿意花心思在细节上的人, 会把小事做到极致, 从而成就大事。 细节无高度, 但无数细节的叠加, 可以累积成为人生高度。 你对细节有什么态度, 便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不积魁步, 无疑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疑成江海。 所有的成功, 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 耐得住寂寞, 才能把小事做惊, 惊得其打磨, 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四, 大事心不畏。 听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顺遂, 既然彼此都是过客, 那就以淡泊宁静之心, 走过山崇水腹的流年, 笑看风云变幻的人间。 只有看透繁华, 才能坦然面对, 只有平静淡定, 才能从容走远。 大事心不畏, 就是无论面前是什么样的困难, 你都要克服恐惧, 不畏艰险。 人这一生要走的道路, 其实只有两条, 一条是你必须走, 一条是你选择想走。 必须走的路, 坚持走下去, 才有机会把你选择的路走好。 第一条路叫不畏将来, 第二条路叫不枉此生。 过不去的是磨难, 过去的是重生。 像当年王阳明一身才华, 久经沙场, 却多次被流放。 不畏人心险恶, 不畏前途渺茫, 只身前往龙口道场, 在恶劣的环境中悟出修心之道。 勿须六军子中的谭死同, 面对敌人的土刀, 一腔热血毫不畏惧。 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 终成千古名句。 大势心不畏, 方可成大势, 人生心不畏, 方可顶天立地。 要知道, 唯有做到大势心不畏, 才能勇敢迈开脚步, 找到新的方向。 然后, 奋力打拼, 期待命运的答复。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总是起伏跌宕, 失一时, 静待时机, 得一时, 千和有礼。 浮生俱散, 又何必在意意识的得势? 事事难了, 跌入低谷, 任谁都很难接受。 但若因为意识的打击, 就心怀恐惧, 很多机会也会因此擦肩而过。 与其痛苦和害怕, 不如放下负担, 熬过狼狈, 迎接好运的到来。 真正的强者, 都经历了千锤百炼, 让自己成铁成钢, 百折不挠。 任他疾风咒语, 依旧笑看风云。 周国平说, 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 但可以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 平静的承受落在自己头上, 不可避免的遭遇。 人在低谷, 不仅考验我们的勇气和毅力, 更考验我们的内心。 一个人如果拥有强大的内心, 学会自我疗愈, 便能抵御生活中的一切风雨。 人生就是如此, 欲是修行, 欲人修心。 若那颗心, 能安定地度过一生, 此生便无憾。 愿我们都能修炼好心态, 在漫长的岁月里, 风扇开路, 遇水架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